香港私營安劳院向來很難聘請人 有工沒有人做 不過有人想做 誰知道未上工才會跌錢 他說他是29間連鎖老人院的股東 他說他公司要上市 他是老闆娘的股東 他是其中一個股東 他是公司專門負責招聘的 他們三個都是一間 中港婚姻介紹所的職員 工作期間認識到一位猛人阿幸 喝茶、吃飯、打牌 很快熟落做朋友之後 阿幸說可以介紹他們 內地的同鄉來到香港 在阿幸旗下的老人院上班 每天都說很多工種需要 比如司機、廚師、幫助 洗衣服房、護理員 就要不同區域,都需要人 原來香港不少老人院因為聘請人難 都會透過勞工處的補充勞工計劃 聘請內地的勞工來到香港 擔任護理等等的工作 不過阿幸說他紅磡 沈水埗、柴灣都有分店 護理員、司機、廚師 通通都等人做 他說怎樣申請他們下來幫忙做的 他說他的公司 跟很多老母公司合作 幫他們辦證 發身份證、相片、錢給他 他就幫你辦 辦好之後,大約六個月、八個月 然後我們的親戚就開始報名了 他們分別找了十幾個想申請下來 來做事的親友 填了資料,還還付錢 對呀,申請是要付阿幸的 一個是六千元 有些是九千元 交了七十九個人的錢給他 我和我朋友加密就去北利庫 九千元一個平均加六千元一個 平均是140萬人民幣 他找了幾十個 他還找了百多個 合起來已經付了二百多萬人 阿幸不止 另一位在香港老人院 做了十幾年護理員的內地人 或者,都一樣相信那個阿幸 兩個司機,又要兩個幫廚 他說,今天我去新居供我們樓 今天我去替我的親戚朋友給他 給他先交錢 他說,交快證的就六個月 交萬證的就八個月 交快的,萬五元一個人 哇,快證要萬五? 整個月薪金的 而且快要等半年 香港老人院的負責人 又沒有聽過這家事? 這個我真的覺得有點質疑 作為業界,我們也沒有這樣的經歷 或者自己也做過老人院 為何沒有起疑心信阿幸呢? 表面上是非常得好的 就像跟你很親近 很親友,很親友 是為了你相信 他那些說話,很懂得說話 給別人的感覺就像他自內熟一樣 或者想回頭 才覺得跟以前申請來香港工作的方法 不一樣 於是就追問阿幸,為何搞這麼久 我說,這麼久?我問他 他說是移民局搞的 我還沒聽過 因為其實涉及申請由一個國內的工人 來到香港 會有很多部門 包括勞工處、勞僱會 國內的一些出入境 以及香港的入境處 但我沒有聽過需要到移民局這個部門 面對不耐煩的追問 阿幸就比你更不耐煩 總之,銀行關門之前 已經過了給你 現在說還有少許手續在搞 你啰嗦甚麼?啰嗦 星期一你怎樣都搞給他 他繼續實牙實恥 說今年4月15日 就可以搞定所有手續 所有內地的同鄉 都可以來到香港上班 不過隔了一年,都是陰訊全無 他們幾個已經被鄉親追到瘦 再追問阿幸,他要多多理由 正常情況是六至八個月 但如果疫情比較累 但幾累就等政府通知 現在是政府不允許那麼多人來來 或者又批定… 如果政府通知了,他自然通知我們 有時我的正確是叫我們來三等 追長試過多久? 大概半年時間 疫情期間會否更長? 一年有沒有試過? 沒有試過 沒有需要這麼長的時間 等也等不到 唯有的阿幸退回之前 所收過二百多萬吧 我有,別說幾萬 幾十萬,我都打回去給你 我現在真的沒有 我現在是山窮水陣 否則我不會去搞那麼多事,你明白嗎? 你把我伸出來這次行不行? 我都說我進地獄不要緊 我死了,不要緊,怎樣也不要緊 現在最重要是耐到黎,愛郎,你明白嗎? 等了一年,一個人都搞不懂 後來他都失去了 他抓到我的就找不到他了 一共就七十一萬 但是華者的親友都不見了七十一萬 還沒計算他們幾個 報了警,又沒有消息 內地親友天天天追問 有幫忙搏腳的親友還搞得一身毅 我們真的要陪伴給別人 我姐姐家裡打了一層樓三十幾萬 現在還了一層樓 她現在也不敢回家 但是出來打工每個月 在深圳那裡打工每個月 每個月都趁忙趁忙趁忙給別人 因為我記得那些事 本來是自己的一餐廳不容易少 千恒江是熟古、獨古地還給別人 你說是不是很年勵? 有家人不可以回家 是不是很辛苦、很近了? 她經常都覺得不想做人 她從來都沒有這樣的想法 但是發生這件事之後 拖累到我的兒子 兩個辛苦都離婚了 搞得這個家不像家 你知道嗎? 所以沒辦法 收人的錢、親生朋友的錢 收人的錢就能給別人了 所以我們很慘 你最希望是可以怎樣解決到呢? 我最希望找到她 找點錢來補充了 現在是不是肯力… 不是,我立刻都會反壞 收了錢就不見人 我們於是就去到 恆星清管轄的兩間老人院 嘗試找她 所以這個人是否在這裡工作 沒有 這個樣子如果見都沒見過 是不是… 沒有 因為我們是東江西岸的 我們收到報料 就說這個人叫恆姐 就說內地請勞工下來 這間護老院 我們沒人叫…名字叫恆 這個樣子有沒有見過? 這個樣子沒有 他就說你們護老院的負責人 是普通 就請內地勞工下來幫忙收拾 所以就看你們認識不認識他 不認識 不認識,但不會這樣的 是我們這裡,我們都是負責人 是啊… 你這裡有沒有一個人叫…恆 沒有 我們去過其中兩間院舍找恆姐 但裡面的職員 全部都說不認識他 也說沒聽過這個名字 我們去到恆居住的地方 看看他怎樣解釋 恆姐,請問恆姐 你在這裡嗎? 你打的電話暫時未能接通 請遲點再打過來 好,打過很多個電話號碼 都找不到阿恆姐 懷疑有部分是太空卡 老人遠不認識他,家裡也不見他 阿恆所說的話根本全部都是謊言 正常的招聘程序也不會如此 我們院舍會透過中介公司 協助我們去勞工署 申請勞工的配額 由於申請過程相當繁複 所以我們找一些中介公司 協助我們做這麼繁複的工作 以致我們不要在這麼嚴謹的過程中 脫漏或閃失 信錯了人,買了教訓 也是那句 騙徒手法層出不窮 真的要時刻警覺才會穩陣 口無奈口無歌 想著香港是一個很向往的地方 哪有人欺騙我們 誠心去欺騙我們 跟我一人欺騙人 火灶